男孩男性孔流凭借精湛的演技 以及承受了大叔魅力深受粉絲們的喜愛 驚奇他作為首位嘉賓 登上了張杜戀的談話節目 期間主持的張杜戀大膽詢問孔流 與好友李洞旭在釣魚場 為了女人打架傳聞是否屬實 對此孔流開玩笑的問到 那個女人不是你嗎 覺得自己被擺了一道的張杜戀 趕緊跳過這個提問 此外張杜戀也稱 演員孫喜久的李洞行是自己 讓孔流驚訝直呼這不會是假消息吧 接著更表示自己身為假新聞受害者 無法輕易相信任何一件事 零方王們報效不已 所有孔流表示從未公開自己的MBTI 避免人們對自己產生成見 僅透露自己是內向行人格 甚至是極度內向的IIIII 張杜戀提議熱愛釣魚的孔流 應該將MBTI改為FISH 讓孔流十分滿意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